您现在收听的是 《拿摩第三世多结枪佛说法》 《戒心经》《说真地》节目 郑达教尊1963年2月出生在中国四川内疆 从小跟随父母敬奉三宝 参访过很多高僧大德 如郑国法师、维音法师、郭元勋居士等 又在成都授顶果卿责法王灌顶大元盛会二次帝 后有讲供康亲仁波切推荐 拜在《拿摩第三世多结枪佛座下》 学巨舍论、般若论、中观见等等 《拿摩枪佛同时为他传了佛法》 并对他说 你修了会见到本尊的 可是怎么修也深入不了境界 也见不到虚空佛菩萨 他越想越想不通 这是师父枪佛恩师清传的法呀 怎么就修不到境界呢 而自己也非常的努力了 于是向《拿摩枪佛请示》 他的佛陀恩师问他 你做到百分之百的虔诚纯净了吗 如果对诸佛菩萨有一点点妄与虚假疑心 没有做到百分之九十九的纯净虔诚心 余下的那么一点不纯净 都是对佛菩萨的虚假 产生的黑障就会让你见不到佛菩萨 这几句话让他明白了 心有丝毫不真都是假修行 竟然还妄想见佛菩萨 实在是白痴 于是他暗暗发下心愿 三叶纯净 只要修来能见到南摩观世音菩萨 就马上出家 后在美国 他的佛陀恩师南摩第三世多节枪佛 为他做内密灌顶 他当下开悟 一次在公众圣考禅定中 见到了无常和部位金刚 并见到了南摩观世音菩萨 他一出定当下 请觉慧法师拿剪刀自己断法 回到台湾立即剃肚 随后受完三坛大戒 成为真正的比丘尼 后经白法名门 黑官则绝法则绝 法会现场几百人参加 则绝查出正达法师 是绿杜姆身边的亲信转世再来人 自然倍加勤奋精进 随着道行增长 受到兵资显胜内密灌顶 获得活性神变金刚丸一力 成为巨道高僧 深认为国际佛教僧尼总会总助持 在南摩枪佛重视之下 终于受到圣意内密灌顶 道行更是突飞猛进 在与同科众人考金刚阵 进阵者各个困阵惨教倒地求救 进正达教尊凭道行破阵安全而出 最终考过了二段金寇教尊 被陆东赞大法王 赞为一代高僧 法门大器 现升任为世界佛教总部副主席 兼任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名誉主席 及世界各地很多寺庙的住持 目前常驻洛杉矶世界佛教总部 拉斯维加斯慈善寺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借心经说真地》节目 我们这期的节目继续非常开心 非常荣幸 邀请到特别来宾 是世界佛教总部副主席 郑达教尊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我们先跟教尊问好 教尊好 阿弥陀佛 夏威好 各位听众 善心 大家好 教尊您好 我记得在之前的访问 您跟我们的听众就分享了 有关于佛教 有就是地教 是食量主义 而不是理想主义 请问教尊 那就我们个人有限的了解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去认为 佛学是对佛教学问上面的学习 对在佛学上面的研究 但是佛法就不一样了 就像我们经常听到的 佛法法力无边 如果一个人的道性很高的话 就应该会有实际的证明结果产生 这个也就是食量主义当中 所提到的体证果 还有跟智慧果 拿储上做这个考试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内容 您也特别细节地跟我们描述过 这个就是用来考修行人的道行 它到底是高还是不高 那考这个体证果 请问教尊 那是这种我们这样的理解方式 或是这个理解的内容有误吗 还是说不够全面 那我们还是请教尊跟我们的听众 再稍微详细地解释一下吧 好的 小伟啊 你不愧是小伟 你的理解完全正确 关于拿储上座的考试印证 圣反的体制 有没有这个道行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有两种佛教主义 一种是理想主义 一种是食量主义 理想主义啊 就是这个佛学上的空洞论书 空洞的戏论 说辞嘛 就只能口头说的 食量主义呢 是佛法上的食正道行 可是很多人都不知道 佛法竟然有这个理想主义 和食量主义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区分 当你们呢 认真听我讲了呢 你们就会慢慢知道 嗯 所以有没有正佛法 要看它是落于哪一种领域的 因此呢 就以拿储上座来考试 或者呢 用其他的考核 比如圣意的责诀啊 等等啊 才能责定 原因很简单 只要没有真正的佛法 就没有圣者超凡的道行 就不会有圣体力 就会是一个常人 凡夫啊 你无论用任何的方法 任何的手段 都是没有办法 把金刚钩提起来 上超十二段以上的金刚处 当然 这是佛菩萨们 古代们定了的啦 金刚钩啊 很重要 那是金刚钩菩萨 又名普吉金刚 又名 着击金刚的金刚钩 拿储用的 当然啊 提起上超十二段以上的金刚处来 不是普通人 达得到的 就是大历史啊 也达不到 这是最简单的啊 最确切的 也是一目了然 看到圣凡策研的结果 嗯 之前啊 讲到的有关开出教尊老师兄啊 他的这个体质胜利 他是佛法的羞耻而来的 是无论哪一个没有真佛法的 法王 法师 仁伯妾 大历史啊 都是做不到的 嗯 开出老师兄说啊 因为我学的是 拿摩第三十多节强佛 佛陀恩师 传给我诸恶莫作 善业立生的修行 真正的佛法 这是十方 诸佛 共有的佛法 这个真佛法呢 才让我的肉体筋骨改换 出了道心 才把凡夫的躯壳脱掉了 让我达到了真空妙影 嗯 我们呢 通过开出老师兄的 这个铁的事实呢 就彻底证明了 只有真正的佛法 才能修出 圣体质 圣体力 才能修出 真正的道行 对 成就啊 是靠道行为基础的 不是凭理想空谈 这个事实 已经存在在 我们的面前了 当然 只有实际 真正的 圣量境界 圣量功夫 有真的成就 才能兑现得来 拿给大家看 而口头讲的 理想主义的佛法呀 是没有用的 是拿不出 实际本事的 嗯 因为那不是 真佛法 而真正体现了 道行的 才能证明是 文思修果 得到了 四字一元的 真佛法 嗯 如果不是这样 就不能证明是 文思修果 只能是 文思修的 假佛法 开阔为 理想主义的 不实虚实 空洞的佛法 所以大家一定要 弄清楚 佛教分 理想主义 和这个 实量主义 基本上呢 万分之 九千九百九十九的人呢 都是走入了 理想主义 途径当中 在学术啊 佛学啊 当中 打钻 走不出来 而不知道 实量主义的 真实佛法的羞耻啊 这个 大家要引起注意 是的 真的要非常注意啊 这两者的区别 那我想请教教尊啊 我记得在之前的访问呢 有法师也说过 就是拿杵上座呢 只是针对男性的 那我很好奇 我想请问教尊 那如果本身男性 他的身体有残障 或者说他有一些 不方便的时候 那他是还可以 去参加考试吗 那怎么去参加考试呢 那如果是针对女性的 学佛的修行者 有没有类似的考试呢 因为教尊您刚才说嘛 考试是检验 它是不是能够 有足够的 这个高的道行的 一个标准 那么我想请问教尊 您能给我们一些解答吗 好的 关于拿杵上座的这个测试啊 他确实是针对男性 身体正常的佛教徒 是用来专门鉴定 他的体质体力 以及考核 他的道行 是否增减 还是转换呢 是否成圣的一个法器 但是呢 由于有一些男性 他的身体啊 有残缺啊 或者是筋脉 曾经出过什么问题的啊 比如说什么骨头啊 都折断过啊 或者是来中国风啊 等等啊 那么他就不再拿出 测试范围来了 不论拿出 那么到底怎么来考试检测呢 这个时候啊 他就要改用胜意则决来则 这个胜量 那么这个胜意则决呢 在我们总部啊 曾经就公告过 有很多种 但是这些圣考 也不是任何人 都能够参加圣考的 必须是精通 这个最基础的 佛法的理论 佛学的理论 要有经理论的 这个知识 考及格以后 并且还要有实际的修正 也就是要有真实的 道行的人 才能进入圣考 而对于女性的佛教徒来说啊 就要用胜意则决 或者是啊 拿一个一磅重 左右的小型金刚柱 虽然这个金刚柱 只有一磅重量左右 但是在群体大众 公开考试的时候啊 基本上是一千个人当中 九百九十九个人啊 把他拿不过法台 拿在手中呢 走不了两步 就会拿不起 掉下去 真的有点难以想象 只有一磅重 那竟然也都可以有这种 这个是大家可能 预想不到的结果了 那也谢谢教尊您的讲解 那么我们呢 也对食量主义中 刚才有提到的体正果 还有跟智慧果 以及鉴定男性身体正常的 佛教徒 是不是能够 转凡成圣 拿出上座的测试的种种啊 这些的概念 不管呢 各位之前 对他的理解是如何 或者说是了解有多少 我们也希望 我们今天刚才 在节目内容当中的分享呢 也会给大家 更完整的认识和了解 那前面呢 正拿教尊您讲到了 拿出上座的测试了 那最主要的就是针对男性 而且是身体正常的佛教徒 是不是能够 转凡成圣的测试 那么我还想继续请问教尊 因为我有听说过呢 佛说八万四千法门 那么在这么多的法当中 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 大跟小的区别呢 而且这些法的功用又是什么呢 我们有请教尊 来为我们的听众 来讲解一下好吗 小伟啊 你的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的好 我们世界佛教总部啊 在去年呢 就是2021年呢 有一份公告 不是真正的圣者 不敢修十八法 这一份公告 以及另一份公告啊 就是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之 无上顶售大法的公告 这两个公告啊 就讲解的非常的清楚了 这十八种法来 都是佛说的法门之中 谨显十项大法 其中有三个法是不修法 有一个法来是普修法 这个普修法呀 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 拿出上座 其余的法来 用在不同的用途 而且每一个法 都是不同的佛菩萨 金刚护法为本尊 有不同的圣经 由于这些大法呀 各有不同的功用 当用途不同的时候呢 他们的排名啊 顺序呢 就不同了 以学佛为目的来讲 佛降甘露又称为 无上正等三妙三菩提 日中明觉法 但是呢 大家一般都称佛降甘露 这个名称啊 比较好记 也很直接 这个法呀 它是佛说的八万四千法门之中 顶首无上正等顶圣王法 受到佛降甘露灌顶的弟子啊 一定是亲眼看到佛陀 或者是胆妙觉菩萨 亲领虚空 将甘露啊 降到自己眼面前的空波之中 当这个弟子吃下这个真经甘露 和灌顶决念的当场呢 自身哈这个金谷暴降 提了呀 八万四千麦节呢 开启 在一个时辰之内 一个时辰呢 就是两个小时 就震入本性法身 原证大胜量得大成就 但是这个法呀 在人世间佛教界难以看到 因为必须是佛陀 或者是如 喇嘛观世音菩萨 喇嘛文殊菩萨 喇嘛弥勒菩萨呀 这样等级的巨圣德 才亲自修得了的 包括菩提道 孙简 真意法 和宋菩萨仪表 都是佛菩萨亲自担保 到佛国 转凡成圣 原证大胜量的法 又王成法 就是菩提道 孙简真意法 它又成为 大绝菩提绝顶法 这个受灌顶的弟子啊 当场就会获得 虚空佛菩萨 亲自赐给他的菩提碗 这个菩提碗呢 是从法界虚空 无中身有降下来的 他不是任何组织灌顶的 这个师父赐给他的 左王成法呢 就是送菩萨仪表 又成上上圣 直洗保送法 收灌顶的弟子呢 当场亲自见到 注意啊 是自己当场亲自见到 嗯 放在自己面前的文书 佛菩萨或者是金刚 突然从空降下去走 也就是说呢 明明就在自己眼面前的文书 自己眼睁睁的顶到 突然就不见了 哇 这两大王成法都是保送法 包括佛将干罗啊 这三个法呀 都是列为不修法的 因此呢 在这个世界呀 难以获得贯提 而我呢 就亲生经历了其中一法 嗯 另外呀 还要告诉大家 很多圣意大法灌顶呢 绝对是不可缺少的 菩提道损减 真意法 降生出来的菩提碗 缺了就没有效果 比如啊 非食之死 回生法 只要放入 王者口中 一粒 这个菩提碗 就是前面讲的 这个菩提道损减 真意法 这个菩提碗呢 随即就会 起死回生 哇 又比如 觉醒灌顶 本尊法缘灌顶 限量大圆满 未因禅 仪未禅 圣意火供 金刚正 八丰大正 玄波问正 码头明王 水潭诸卦 嗯 这些圣意大法灌顶啊 唯一只能用 菩提道损减 真意法 这个从法界虚空 无中身有 降生出来的 菩提碗上宫 是要拿这个来上宫的 方能效应 也就是才能够有效果 哇 那刚才教尊 您讲了这么多的法 那我们有很多 真的就从来是没有听过 而且在这个修法的过程中呢 还有一些佛弟子 是当场能够看到佛菩萨的 那请问政大教尊您刚才提到 您有亲身参加过这种法会 因为您本身是世界佛教总部的副主席 那世界佛教总部有举办过这样的一些法会吗 当然有了 就是在去年2021年的5月14日这一天呢 就有一位大摩霍萨巨生开尊 在我们世界佛教总部就举行过 这个菩提道损减真意法的灌顶 当然要受到这些大法灌顶是有条件的了 首先佛教甘露灌顶 必须是佛陀或者等妙觉菩萨才亲自修得了的 而等妙觉菩萨这个级别 前面已经讲了 就相当于南无观世音菩萨 南无文殊菩萨 南无弥勒菩萨等等 这些等级的巨圣德 而接受灌顶的弟子 必须是上等至尊 虔诚存尽的圣德 起点就是这个弟子必须是圣德 而且还要通过贼绝过关 否则也是灌不了顶的 一般最多是得到甘露慕萨 或者吃到几颗甘露 以上所讲的这三个法 合成为法界无上正等顶圣王成法 基本上这个世界灌不了这个顶 若能够遇上 确保今生转繁成身 这就是真正大成就的法中之观 这三个法都是 佛菩萨实相贤进的法 并不是空洞理想主义 而是圣贤实量主义 但必须来使佛陀或者是等妙觉菩萨 才能为圣德级别的弟子 主持的圣意的最高灌顶 感谢教尊的分享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 在学佛修行或是人生的道路上 那有任何的疑问 我们也特别鼓励大家 在节目之外 也可以和正达教尊取得联络 正达教尊 因为他是世界佛教总部的副主席 不过他也常住在拉斯维加斯的慈善寺 慈善寺的电话是7026809615 我们再重复一次电话号码 慈善寺的电话7026809615 如果想取得戒心经 说真地这部经书的听众朋友 也可以联络在南加州 帕萨迪娜的圣基寺 圣基寺的电话是626-797-1590 电话号码626-797-1590 好了 我们本期的节目时间又到这儿结束了 再次感谢正达教尊 谢谢教尊 阿弥陀佛 每个星期日早上十点播出 拿摩第三世多节枪佛说法 借心经说真地节目 敬请留意 想进一步了解这本佛书的听众 请与圣基寺联络 电话626-797-1590 626-797-1590